这都是民进党在搞认知作战 第一个是蔡英文到商会 它其实就是商会 一个很简单的商会 然后一起吃吃饭 然后讲讲话 场面话就结束了 但是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的媒体 他们在宣传或言谈之间 都把商会等同于美国的主流 或者是官方意见 但其实不是 因为各种的商会 各种交流太多了 但民进党就把它宣传成 好像全美都支持蔡英文 我们跟全美的关系都很好 因为不久之前 这个韩国也有议会 然后来到我们台北市议会访问 那其实也就是大家交流 见见面拍拍照 就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我也会宣传什么 这叫做韩国挺台北 这叫世界看见台北 台北No.1 韩国都挺台北 民进党叫什么叫 民进党最擅长玩这一套 那第二个认知作战 就是这个所谓的APEC会议 很多的参众议员写信 给布林肯说 希望能够重视台湾等等 那我第一个好奇 这又花了多少钱 为什么 这是有机可循的 在美国的OpenSecret网站里面 它直接揭露了 就台湾以及相关单位 在2022年 我们总共捐了1.6亿台币 给美国的这些政府 还有公安公司 来游说美国的这些参众议员 或者是这些官员 那游说他们干嘛呢 就是搞这种事 就是到处去喊 台湾Can Help 2021年当时呢 就是在我们的三级警戒爆发之前 也有好多美国议员 一样写Twitter 台湾Can Help 台湾要加入WHA 后来揭露出来 那些议员干嘛呢 花钱的嘛 那美国司法部的档案 公开记载 都讲了台湾 花钱给公关公司 公关公司花钱 找了参众议员说 请你们帮忙写信 写台湾Can Help 然后在你们推特上写一句 就给你们几百万 就总共给了几百万的美金 这都是有机可循啊 而且同样的 在去年还有 我们花了三千五百万的台币 一样请美国参众议员说 哎呀支持台湾加入IPEF 那一样钱花出去了 有效果吗 没有效果 所以同样的 我们说所谓民进党执政的台美关系 这就是出口转内销 拿台湾纳税人的钱 去请美国的参众议员呢 就写几句话 然后呢转过头来告诉大家 哇民进党好厉害 哪里厉害 是新台币厉害好吗 哪里厉害 是纳税钱厉害 这个纳税钱 我们都有一份好吗 所以民进党一点都不厉害 厉害的是谁 厉害的是我们各位纳税人 厉害的是新台币 是钞票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 能不能成呢 告诉大家 一样是不会成的 可是现在呢 倒是半导体 这个可是美国 他们非常关注的 你看不是吗 现在人家在这个 联名致函的时候 议员们不就写着 台湾在半导体的领先地位 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 所以作为亚太金河组织区 论团正式成员 台湾的领导人来参与的话 是至关重要 所以就用半导体 来把你给框住了吗 当然现在这个名头吧 台湾在半导体当中的 这个全球的重要地位 好像就这样子说 很合适来参加APEC 这个部分也太天真了一点了 虽然你说众议员 你要知道 我们这样讲 讲大白话 如果说要让蔡英文出席 第一个中国大陆不出席 另外跟中国大陆 在同一边的很多的 金砖国家或等等部队 都不出席 你觉得美国还办得下去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当然在美国的 现在很多众议员 支持台湾当中 也有三种人 第一种的人部分 真的是极端反中的 他反中当中 把台湾拿来作为 极端反中的一个筹码 第二种部分是反中 也挺点台湾 可这里头需要一点 台湾有些利益 或有一些东西 所以他偶尔沾偶尔不沾 那么第三种当然 就真的是包括桎固 跟一些我们知道的 民进党当中 长期在美国的政坛 耕耘的一些美桥 跟这些众议员关系 真的很深 甚至长期资助他们 也就是拿利益的 我想其实在 现在在美国众议员当中 这么力挺台湾的 不外乎这三种人 那么于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说APEC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就是假议题 而事实上我们来看 我们回报台湾 另外一个部分 同样的现在台湾 想尽办法 一直希望能够参加 各式各样的 国际的政治组织 或经贸组织 刚刚汉廷提到的 我非常同意 我想我们都同意 其实这真的 就是一个假议题 怎么说呢 民进党当然处心积虑的 要参加任何有机会 WHA也好 或者在任何刚刚讲 包括TIFA 我们都知道 在任何的现在经贸 经贸组织跟政治组织 不太一样 经贸组织基本上 大家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后 谈的都是经贸 可是你知道 民进党为什么 都在做假议题 各位请问 我在理解 过去我在看亚洲当中 比如说日本 过去在加入 这些经贸组织之前 人家都是花了 三年五年的时间 去评估 他们自己的产业 农业 企业 工商业也好 他们如果进入 这个经贸组织之后 他们可以输出到 哪些国家 另外其他国家的部分 进来日本 当然有多少竞争 人家可是花了三年五年十年 在各式各样的产业工会 在做民调 在做等等 各式各样的调查 完整之后 再来参加 然后开始进入这个 所有参加 国际这些经贸组织的程序 我们来看 民进党喊了这么多年 要做经贸组织 可是我们看 任何农委会也好 经济部也好 包括任何其他的 你说其他的 我们的国贸或产业 有针对我们的工总 包括商总 包括农业的民间组织 有做过任何加入 这些机构的民调吗 或者没有 压根都没有 所以就说这个部分 民进党在假议题 只说想定办法 能够加入政治组织 可是加入这些 经贸的国际组织之后 对于台湾的部分 产生什么 经贸的冲击影响 或有什么 立即完全现在没有 花一毛钱在做研究 有找几个教授 做一些小周边的东西 可对产业根本没有 所以就知道 光担当从这一点 就知道民进党或参议员 口口声声的 从说要参加任何一切 全部都是假议题 假中之假 而且要知道 最后一点 就是参加经贸组织 国际经贸组织 往往这个部分很艰难 所以最简单的 往往就比如说 台美之间的关税贸易 就跟特定的国家 我们先跟关税的合作先谈 其实也都没有认真谈 或美国也都不给你 当然美国不给我们 任何这些参与的机会 不帮忙 外交也不帮忙 这个我想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一切要参加 今天组织 第一民进党就打假球 政治目的 完全没有从经贸产业 我花任何一点功夫 其次他们对美国的想象 是一厢情愿 是一厢情愿 施老师同意 我这样讲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 双边跟多边 那我们看到现在是讲 APEC的这个部分 那上次刚才提到完全是对 因为美国这次开会 如果中国杯葛的话 那是很难堪 对 对不对 那个是没有 已经不是这种军事的竞争 都弄成这么僵的话 我想那我们看一下 这些签名 我说没有错的话 是二十一个共和党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是 掌有众议院是两百二十二席 那只是占了一层而已 光是共和党 只有一层而已 这个应该要打屁股 因为钱是用到哪边去了 老师觉得太少了 太少了 压力不够 而且我们的外交是行政权 你国会大概只能制衡而已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都讲一下WHA好了 美国不是在讲说 你们一定要帮助台湾等等 你呢 大客说冲啊 结果我在后面老型宰宰那个样子 是喊真的喊假的 那美国就算美国也有讲 美国也是积极有在协助台湾 能够参与WHA 可是可是我就问 美国之前也说 我们有帮你去到巴拉圭 我们有帮你去宏都拉斯 然后又怎么样呢 要 你都叫朋友去冲嘛 你自己呢 你知道觉得说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感觉上好像水深火热 那个样子 谁愿意嘛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假 你拿钱 然后我们去帮你冲锋限制 是没有道理 讲到CPTPP我就有去 你知道当时不是讲说 我们要吃莱猪吗 对啊 然后就才可以加入 对不对 人家美国根本已经退出 CPTPP的 你还可以讲一大堆那些东西 然后你公投帮的 四处在那边讲话的那些妹子良心的人 可以去当政务官 太扯了 他连这个都不懂 好吧 我不太想点名 OK 然后接着讲双边的部分 美国从川普到拜登 已经讲完说 我全部要把所有的心血 又忘在国内 他不签任何双边的FTA 你讲那些是什么东西呢 那哪些人会帮我们讲话呢 一种人就是拿钱办事的 大概就是游说的这个部分 OK 第二个就是说 拿我们台湾当作工具 来对抗中国的 把它当作台湾 当作乌克兰的这些 就是这样子代理人 这样子 然后有多少人是真心的 是为了民主自由等等 这些东西呢 我不太认为 我还是 我那种感觉说 美国以前来到东方来的时候 还会假装一副 道貌岸然的牧师 但是呢 美国是两面的 牧师的背后就是生意人 你看到夏威夷 就是这样吃掉了 你看那个肚尔水果 有没有 就是牧师出生的 豆有没有 那个就是水果商出生的 对不对 所以背后里面 有太多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他们的国家力 我们不要好像 被卖掉了 然后还跟人家 阿里加多 我只能这样 蛮可怜的 我们老板姓蛮可怜的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 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别让我们来回音 点赞 转发 点赞 转发